早晨,欢迎大家回来我广东话2020年版的粤语系统 这一章将会是第二章 我会讲声母和吻母 提醒大家广东话的发音结构 广东的字音是由一个声母 也就是英文的consonant 我们叫做子音 再加一个吻母 英文里面我们会叫做Val 母音 就是子音加母音 再加一个字调 上一堂我也教了大家 字调我们会有 音平、音上、音去、阳平、阳上、阳去 六个调 再加上入声 音入、中入和阳入 总共是九个声 总结了广东话的字音是包括了 四个声母、吻母 再加九个声 在这个广东话的拼音里面 我们会用一个音标 就是罗马字母 就是A、B、C、D的罗马字母 也就是英文字母 再加阿拉伯数目字1至9 代表了九个不同的声 拼成一个音 让大家学广东话的时候 这个音可以拼得较准确 这些字母和数字 是能够通过电脑可以输入 令到我们方便去将一些广东话的音 记载低 今堂我们主要会讲回 广东话里面的声母和韵母 究竟有多少个 和每一个的读音是如何 之后那些读音 我才跟大家逐个指音 或者逐个母音 配不同的指音 拿多些例子 令到你们更加明白 一个广东话的字是如何拼出来 粵语的声母和韵母 在粵拼的系统里面 我们会有19个的声母 分别是用英文字母去代表其音 我再说一次是代表其音 例如这个字 韵母是un 声母是bo bo un bun 所以当大家看到b这个英文字 你不要当它是英文字 它是一个代表了bo 这个音 所以当大家看到b 你们的发音就应该是bo un 发音就是on 所以整个字 我们就会有bo un bun 这个1 是代表了第一声 也就是音频 开始的时候高音 然后平去的声音 我们称为音频 所以整个字 如果我写这个中文字给你看 你会看到就是bo un bun 而第一音就是bun 如果是第二音就是bun 就是一本书 两本书的bun 就是第二音 数目字是代表了第几音 你看到这个字 你不懂读这个字的时候 看回拼音 你就会知道这个字 就是读bo un bun 而第一音就是bun 一般的意思 这个是po po 而韵母 就是in po in pin 而第三音 意思就不是读pun 是pun pun pun 这个是pun 一片一块的意思 一片面包 po in pin pun pun 第三个称母 就是bun 门 impression 门 回头 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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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四音,所以读门,是读门口,不是门口 或者门口,我们读门口,因为是第四音 第四个就是for,e,就是读a音的 所谓就是for,a,fe 第一音也就是fe,gafe,f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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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广东话里面有时候我们肚子,我们就会去洗手间 f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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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第四音 但是cafefefe 就是第一音 这四个的止音就是bo,po,mo,pho 你会见到同国语的bo,po,mo,pho 都是用同样的英文字母代表个声音 再提醒大家一次 这些英文字母只是代表个声音 并不代表个字本身的 你千万不要读p,m 就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是读p,p,m,f, 接下来就是de 而aa这个韵母 我们就是读a d,a,da,1,da,2,da,3,da,雞蛋 da,当然你可以读da 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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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da是第二音 也就是打架,打架 这样的意思 所以第一音是da 我是一打鸡蛋 我们不会讲一打鸡蛋 ta,ai,a,ai 这个音我们读a ta,ai,tai 太太太 这个是太 太阳那个太 太太那个太 你看到太太都是两个太字的 但是头一个字就是读太 第二个字就是读太 我们就会有太太 也就是内子 就是我的夫人 这样的意思 a,a,m 这个韵母 我们就读a 而这个声母 我们就读na na,a,am,na,am 而第五声也就是na,na,am,na,am,na,am 这个就是牛,na,m 不是牛,na,m 不是牛,na,m 是牛,na,m 这是第五声来的 阳,去,声 ra,a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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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条逆转的声音 所以就会有 头这八个声母 大家会有个感觉 和普通话国语 头那八个声母 是基本上一样 是完全一样 只不过我们去配的是 一个广东音 跟着 子、吃、吃 也是和国语的 子、吃、吃 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韵母是 暗 赞、赞、赞 一盏灯的赞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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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这是第二音 音去音 就是赞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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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Aang 又是暗 是有支音在结尾的 暗 而这个没有支音 就是暗 是没有支 的音在结尾的 这个是暗 吃、暗、唱 唱、唱 这个是第二音 唱 吃、暗、唱 唱、唱 是 Ai 是 是 东西的西 西瓜的西 是第一音 西、西、西、西 西、西、西 第四音 就是 细细的 细 当然第一音 就是西方 和西瓜的 西 是 所以就会有三个声母 之、吃、吃、是 在粤拼里面的 J 我们不是读 普通话里面的J音 粤拼里面的J 就是读E 就是用英文字母E的声音 E、欧、幼 幼、幼、幼 AU 就是欧 E、欧、幼 幼、幼、幼 幼 幼就是第三音 幼字圆的 幼 大家上次看到 AMM就是读 对 而AM就是读 暗 是韵母的暗 这个是G 音 就是G G 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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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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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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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嗑 就是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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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读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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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可 音 可 启 启 这个是 格 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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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是喉咙 鼻声 嗡 嗡 音 呃音 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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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鵝 飛鵝 或者是天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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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 NG 很多時候香港的廣東人 或者我們叫做香港人 將 NG 忘記讀 即是我們叫做懶音 懶音就會令到我們沒有讀過 NG 我們就會吃一隻燒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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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讀了燒鵝 就不是讀燒鵝 應該是讀燒鵝 而不是燒鵝 鵝就是忘記了 NG 音 我們稱為懶音 後面的幾個課堂 我都會教大家香港人的懶音 我會做一輯專輯 就是講香港人的懶音 包括了忘記讀 NG 在前面或者後面 我們將 NG 只是變成 N 我們就沒有了 G 音 就稱為懶音 很多人不同意我這個懶音的教法 因為有些人就說 這個是香港音 不是懶音 其實香港音是某些 真的沒有了一個聲音 就變成只有一個韻母 小的一個聲音 A N就是N G W就是G 這個G只是個音 但這個G W是有W的 是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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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個是第三音 鍋 척 有一個鍋 那是鍋 鍋 第三音就是匠街、「匠及市场.'" KW和GW都是双支音 双支音是比较难读的 大家记住K是K G是G 我会在某一个课堂中 去将某些小字是KW GW和GW分別去解釋給大家聽 一時間我就想不到怎樣去解釋給大家聽 但是我們拿例子的時候 大家就會清楚這兩個音的分別 我就不懂怎樣去說這兩個音的分別給大家聽 我希望在一些例子裡面 將一些字拿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會清清楚楚分別在哪裡 接著就是Woo Woo ,ai,aai我記得讀嗨音 w,w,就是嗚 oy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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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了這個電器就是第六音,就是楊去音 au ,ou,lou ,endeu au ,hal how,how,how how,how how 是第一音 敲门的敲 所以我们就有了这19个声母 包括配搭不同的吻母 然后加一个声调 成为了月音字的音 而且很正确地拼出来 我们有19个声母 究竟有多少个吻母呢? 吻母方面是更加多 一共有56个吻母 分别是用英文字母 A、I、M、E、OU等等去代表 我们就会把它分组成为 第一组就是A字行头的吻母 包括了17个 E字行头的吻母包括了10个 I行头的吻母有8个 O行头的吻母有10个 U行头的吻母也有6个 Y行头的吻母有3个 M行头的吻母有1个 最后就是NG行头的吻母 只是有1个 这里加起来之后 你会发觉大概有56至57个 因为有些吻母基本上 是很少字可以配到不同的声母 例如这个M行头的吻母 以及NG行头的吻母 记住这个吻母 不是声母来的 只是有1个字可以配上去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因为这堂的缘故时间 我怕它太长了 所以我只是希望 只是讲了一个声母给大家 让大家知道声母是怎样去拼出来 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慢慢慢慢会将这些声母 和不同的吻母配搭一起 好像我上一系列一样 让大家慢慢明白 这些声母、吻母是怎样读出来的 我们来看看声母的结论是怎样读出来的 就是parśmy 谢谢大家收听 Muchakarsyears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o my tutorial videos and if you need a private tutor 为你得到更好的名额或更好的名额 在香港的DSE试验 研究试验测试 如果想要改善你的科学和英语 为你的科学和学习研究 请聘请我 在青tong929 在yawo.com.hk 我的电话号是 1-659-8609 谢谢大家收听我这个视频 如果希望你的科学和英语是更好的话 你想要一个Private Tutor 你可以随时聘请我 令到你的DSE试验 或者你想考SAT 你也可以聘请我 因为我都有一些私人的补习 在这两方面 多谢大家 Thank you Bye Bye Muchas gracias